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朵被风雨打落的花瓣无力地挂在她的身上 我浑身软绵绵地攀上她的尖头 狠狠在她肩膀上咬了一口 她发出一阵闷哼声 默许了我的所作所为 我得意地看着留下的那一排清晰的牙印 仿佛留下这个标记 这一刻寂寓时就是属于我的 因为我知道她今天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她的白月光 著名演员江念威回国了 而我 只是她养了三年的替身金丝雀 只因我和江念威有些像 结束后 我脱力地躺在大床上 一动一不动 半晌 寂寓时拿着吹风机走过来 站在床头 起来把头发吹干了再睡 不然会感冒的 我把头埋在枕头上 闷声道 不要 我不想动 寂寓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 那你转过来换个方向 我见好就收 乖乖调整方向 把湿漉漉的脑袋对着床边 寂寓时坐到床边 开始给我吹头发 她修长的指尖 轻轻穿过我的发烧 带来一阵阵温暖而舒适的触感 我仰着头看她 这个死亡角度下的寂寓时 帅得也很突出 这张脸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 这么让人心动 我开着玩笑道 寂寓时 你吹头手艺这么好 是不是给很多人练过手啊 耳边吹风机的声音 呼呼地响 我听到寂寓时 恩了一句 很多年前 在理发店里 给别人打过工 当时我还是个学徒 就负责给别人洗头和吹头 我才反应过来 寂寓时是白手起家 我们还曾是同一所高中的同班同学 他家家境很不好 他的话语中蕴含着深深的感慨 和对往昔的回忆 随后他凝视着我 目光深邃而专注 浅浅的目光里 似乎还带着一丝不舍 今天的寂寓时太反常了 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 我对他的表情和习惯 可以说是十分了解 我总感觉他有话对我说 我心里只能把这反常和江念薇 回国挂钩 江念薇是他心里的白月光 现在是娱乐圈里的当红小花 出国发展一去就是三年 我心里做好了准备 主动打破了这个僵局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江让回来了 江让是我的发小 三年前移民到了加拿大 现在回国探亲 我点了点头 有些不明所以 我知道啊 他今天给我发消息了 寄浴时薄唇清敏 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语气冷冽又绝情 签了他 之后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 我看到抽屉里还多了一个黑色的小盒子 看着像戒指盒 心口一阵酸涩 原来他连戒指都准备好了 现在迫不及待地和我批清关系 之后去向江念薇求婚 是了 他心里这么多年想着的人一直都是江念薇 到现在书房那本相册里 还夹着一张已经泛黄了的背影照 他超爱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是一只金丝雀 可我还是舍不得 寄浴时的钱 寄浴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癖好 除了开婚之后 他的某些需求特别大之外 他还给了我一张不限额的黑卡 让我能随便刷 随便买 还带我出席各种各样的商业晚会 我当时就问寄浴时 对我有什么要求 比如你喜欢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或者喜欢我什么样的说话方式 他迟疑了半赏 道 我第一次当金主 不太懂 他双手交握 一副上位者的姿态 做你自己就行 我没那么多规矩 我朝他伸出手 微笑道 我也是第一次当金丝雀 那我们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 他愣了愣 欲言又止 但还是伸出手说了句 好 一时间我春风得意 于是开始了得寸进尺 甚至在众人误会 我是他正儿八经的女朋友的时候 他也没有解释 我心里有些小窃喜 之后更发现 寄浴时对我十分包容 我偶尔会闹一些小脾气 但又很有分寸的停止 因为我不敢去试探他的底线 我怕他一生气 就不要我了 毕竟这么好的金主 我估计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可惜这一天还是来了 金丝雀对比白月光 简直是不堪一击 我接过合同 对着灯光 是一份房产转让协议 而且还是最贵的地段 买的最贵的别墅 就连分手费 都给得这么大方 可是一想到 我以后都没有这种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日子了 还是有些不舍 为了展现我的不舍 我泪眼婆娑 仿佛心如刀割 我们真的不能继续了吗 我真的舍不得 你的钱 寄遇时神情微变 似乎被我的眼计打动 语气中带着一丝迟疑 那也不是不 可话音未落 我迅速签下自己的名字 伸手抹了抹眼泪 寄遇时 我如你所愿 我把合同塞到他的手里 起身下床 那我现在就去收拾我的东西 马上就搬走 脚下一软 眼看着我就要跌倒 一旁的寄遇时 伸手接住了我 手按在我的腰上 我像炸毛般迅速弹开 我们现在不是那种关系了 不能越界 可寄遇风看起来 脸色却有些不好 但这可不是 我现在应该关心的事情了 早知道刚刚就不应该和寄遇风折腾那么久 导致我现在腰酸背痛 很不得劲 我跑出房间 一分钟后又折返回来 我有些局促地站在门边 小心翼翼 欲言又止 气息优伸的毛子盯着我 恰好灯光的阴影头下 让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是有什么话吗 我刷你卡买的这些包 衣服 鞋子 首饰 我能带走吗 半秒后 寄遇时从喉咙里滚出一句 能 颇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 得到首肯 我才又转身离开 可是东西太多了 我直接打电话 加钱 叫了搬家公司 把这些东西都搬到我的新家 哦 就是刚刚寄遇时 给我过户的那栋大别墅 搬家公司的人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东西 震惊之余打了个电话 叫来四辆卡车 和一个搬家团队 寄遇时坐在沙发上 面色很不好 我知道 因为他平时不喜欢家里有太多人 他这个人 有点洁癖 我忙碌地身影路过他的时候 还说了一句 放心 我们搬完就走 工作人员被他的表情吓到 话也不敢多说 只能埋头苦搬 寄遇时 你能不能起来一下 东西搞得差不多了 我站到寄遇时面前道 他愣了一下 乖乖起身 我立马指着这个沙发 来 把这个搬走 寄遇时 抿着唇盯着我 我开口解释 这个沙发是我买的 我最喜欢了 都有感情了 这个抱枕我也要带走 我看电影的时候喜欢抱着 还有这个娃娃 我吃饭的时候 他要在我的旁边 寄遇时的脸色 沉了一分又一分 最后 我跑上卧室 拿着一个已经乞求的烂枕头下来 这算是我的阿贝贝 我当然要带走了 只是这样一搬 一眼望过去 这个房子 好像被搬空了一般 没想到 我居然给这个房子 买了这么多东西 不过寄遇时也不差钱 这些东西他后面 也会重新买的 反倒是我 以后没了寄遇时 这个金主 以后谁还会莫名其妙 给我钱花呀 当然是能省则省 离开的那瞬间 寄遇时叫住了我 林岁欢 你是不是有重要的东西忘记带了 我有些疑惑的扫尸全屋 没有啊 你忘了带我 我碰的关上门 没听清济玉石在说什么 跟着搬家公司上车离开的那一瞬间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像断了线的风筝 哗啦啦的一直流 开车的那个工作人员吓坏了 手忙脚乱的给我找纸巾 这位小姐 你别哭了 你这么有钱 有啥过不去的 我乌叶着 声音断断续续 我失恋了 乌乌 不对 失恋都没练 同居三年 我们甚至连男女朋友都不是 没几个人知道 我是真的喜欢纪玉石 喜欢了整整八年 高中的时候 无意中听到 无意中听到纪玉石对江念薇的告白 我就把这份喜欢埋进了心里 希望能用时间来淡化他 直到三年前 林家破产 众人都对林家避之不及的时候 纪玉石出现了 彼时 他已经不是高中时期的贫困学霸了 摇身一变 成为了商业新贵 各大财经报道的头条 都为他而留 还是林家大小节的时候 我脾气就有点傲 得罪了不少人 林家倒台了 曾经被我压一头的人 都迫不及待地想踩我一脚 酒会上 更是当众让我难堪 更有甚者 有几个恶心的男人 放话要包养我 林大小节 我也是 看你长相不错 跟了我 你还能继续衣食无忧 我把兔平方酒 当众泼到了他的脸上 这一下我就知道完了 没人会再帮林家了 我跑了出去 蹲在外面抱头痛哭 开始悔恨自己没用 什么也做不了 寄遇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在我面前蹲下 递给我一张卡 别哭了 林岁欢 我有钱都给你 我眼睛湿润 抬起毛子盯着他 开口问道 寄遇食 你也想包养我吗 如果是的话 我同意 我说话还带着哽咽 除了这个原因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什么原因 能让一个男人 莫名其妙给你钱花 半赏 寄遇食淡淡地恩了一句 我接过了那张卡 林家已经彻底倒台了 但寄遇食 帮我偿还了天价的债务 我很感谢他 我大概知道 寄遇食为什么会选择我 因为我和江念威有些像 而江念威出国了 高中的时候 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 就被人认错过 到了新房子之后 搬家公司帮我把东西整理完 我在别墅整整窝了一天之后 收到了送和的信息 听说你失恋了 出来喝一杯 姐给你点男模 我回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 他甩过来一张图 从寄遇食家搬出来的时候 被圈子里的人拍到了 下面还跟着几句 疑似我这个金丝雀 被抛弃的聊天记录 快来 平时都约不到你 送和是为数不多 知道我喜欢寄遇食的人 耳边 音乐声炸开 没想到江让也在 他一见到我 就上来搭我的肩膀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这是他惯有的动作 小林子 好久不见 真是想死我了 他长得很帅 穿搭也很潮 特别是说话不佳的时候 特别慢 可惜我们性别不同 爱好却相同 都喜欢男的 他一加起来 那声音和声段 比我还妩媚 卡座上 六七个男模排开 送和坐在中间 左拥右抱 宝 你来了 他转头对男模们说 各位帅哥 今晚我姐妹心情不好 你们得好好表现 男模们纷纷点头 一个个露出了专业的微笑 准备开始他们的表演 音乐响起 灯光闪烁 卡座里的气氛 逐渐热烈起来 我跟着送和的节奏 和男模们一起喝酒 聊天 尽量让自己沉浸在这个狂欢的夜晚 我们玩着酒桌游戏 将让喝了不少酒 倒在了我身上 死死地抓着我的胳膊 就在我们玩得正嗨的时候 熟悉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卡座的边缘 是寄遇时 他的目光穿过人群 直接锁定了我 我有些被抓包的局促 因为在一起三年 寄遇时不太喜欢我来这样的地方 每次偷偷来被寄遇时抓到的时候 他都会在某个方面表达他的不满 他的表情复杂 看着我怀里的不省人事的僵让 毛子里满是愤怒 大步朝我走了过来 临碎欢 我蹭了一下站了起来 就这一下子 寄遇时已经到我跟前了 将让醉得不清 我站起来连带着他倒了下来 嘴里还不满地嘟囔着 宝宝 你干嘛 宝宝 寄遇时牙齿都要咬碎了 你迫不及待地离开我 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 寄遇时眼眸中带着愤怒和受伤 不可置信地质问我道 我们一直把将让当姐妹 偶尔他也会叫我们宝宝 但这仅仅是姐妹之间的称呼 宋和窝在卡座里 一言不发地看着好戏 我下意识开口解释 不是 不是 你别误会 我和将让就是朋友 说完 我才反应过来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为什么要向他解释那么多 这该死的肌肉记忆 朋友 你们都抱在一起了 他明显不信 我对他的态度瞬间来了气 带着赌气的成分开口 你凭什么管我和谁交朋友 和谁抱在一起 你是我的谁 我们的关系是他自己亲手结束的 现在他又以什么身份来管我 听完这话 纪御时一愣 但随即像怒急了一般 伸手就抓住我的手腕 把我拉了出去 我回头看向我的好朋友们 将让醉得不省人事 宋和躺在难磨的怀里 露出一副无能为力的表情 有意的小船就此打翻 纪御时把我拉到一个包厢里 刚进门他就把我抵在门上 像一头黑暗中 折伏着盯着猎物的狮子 悠悠地盯着我 我甚至还能闻到 纪御时身上淡淡的酒味 他果然喝酒了 不然今天也不会这么失态 纪御时 我轻声呼唤他的名字 试图让他恢复清醒 可是他根本不听 似乎被情绪完全支配 他的动作突然变得粗暴 唇猛烈地压向我 带着一种几乎要将我吞噬的力量 他的手臂紧紧地环绕着我 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这个吻不同于以往的温柔 他充满了战友和迫切 仿佛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什么 我渐渐地被他带起情绪 静谧的包厢中 两个人的呼吸交错在了一起 像以前无数次 我尖头的衣服 不知道什么时候滑了下来 清脆的手机铃声 在空气中传开 连着响了好几下 际遇时皱着眉头停止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就是这个动作让我彻底清醒 手机屏幕上是赫然的三个大字 江念威 心猛然的刺痛 还没等他接起来 我一把推开际遇时 眼泪也从眼睛里跑了出来 我把衣服迅速整理好 红着眼眶对际遇时说 际遇时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然后转身推开门 跑了出去 我不知道今天际遇时 为什么会来这出 或许是因为多年的战友欲作祟 但他不能在有江念威的情况下 还继续和我纠缠不休 人不能既要又要 宋和带着八卦的眼神 打量着我 但在看到我的眼泪之后 语气患上担心 碎碎 你没事吧 我一把擦掉我的眼泪 拿起我的包 没事 江让就拜托你照顾了 我先走了 当晚我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最初和际遇时 相遇的各种细节 在那三年的青春里 际遇时占据了 我全部的心动和喜欢 到了最后 我却带着遗憾离场 那天之后 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际遇时 其实我们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早已不匹配 除了刻意地打听和安排 不会有机会再见到 我大学在国外学的是服装设计 所以我当下决定 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 宋和和江让表示支持 并且浅浅地入了股 我开始忙了起来 拉着宋和和江让 势必要大干一场 我不想再次坐吃山空 或者当一朵 只能依附于别人的兔丝花 以前一直靠父母 后来临家倒台 我又依靠际遇时 现在和际遇时也分开了 我以后只想依靠自己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既要兼顾设计 又要跑工厂 选不料 而寄于时这个人 好像渐渐地淡出了我的生活 我的品牌开始出具雏形 出的衣服因为设计独到 和有一些小知名度 第一批生产出来的衣服 销量还不错 只是没想到 江让居然和人打架进了警局 我去保释他 到了警局才发现 和他打架的人竟然是寄于时 江让脸上挂了彩 见到我来 双眸带着泪水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寄于时在另一边 抿着唇 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回事 我开口问道 这两个人 平时也不是喜欢 打架斗殴的人 你问他 我就去酒吧放松一下 他看到我就上来打我 呜呜 江让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顺着目光 看到了一言不发的寄于时 刚想开口 他却先我一步 林岁欢 你确定还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吗 他在酒吧里和另一个女人抱在一起跳舞 这样的出轨行为 你还要继续喜欢他吗 他语气里还带着怒意 寄于时一直是一个不太喜形于色的人 现在这种明晃晃的情绪外露 和他平时的人设太不符合了 你在说什么 我有些不明白 什么出轨 我一个单身好青年 我出轨谁了 寄于时探究的目光 在我俩身上游走 我听完之后 心里有了个猜测 他不会以为我和江让在一起了吧 寄于时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开口 想缓和一下气氛 虽然我们没有关系了 但是也不想闹得太难看 寄于时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缓缓开口 你们没在一起 我叹了口气 决定解释清楚 我和江让就是单纯的朋友 我们也没有在一起 他并没有什么出轨的行为 我想你真的是误会他了 江让在一旁补充 听到了吧 还不向我道歉 寄于时 眼眸却突然亮起来 好像闪过了一丝惊喜 真的 你不喜欢他了 我听得云里雾里 但还是解释 你从哪里看出来 我喜欢他了 我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你呀 江让用手指了指我和他 我俩 你觉得像情侣吗 我和江让同时摇了摇头 我们这么多年好姐妹 到底是谁看差了呀 半晌 寄于时开口道 抱歉 看来真的是我误会了 寄于时的助理 此刻姗姗来迟 从警局出来之后 寄于时追了出来 碎碎 我送你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亲密称号 我有些猝不及防 我扬了扬手里的车钥匙 不用了 我开了车 我带着江让上车 随后扬长而去 几天之后 校友群突然炸开 宋和在工作室里大喊 我靠 江念威结婚了 我心里一咯噔 下意识就以为江念威和季御时结婚了 直到宋和举着手机递到我的眼前 照片里 江念威挽着另一个男人的手 笑得明媚 江念威居然和原来他们隔壁班的班长结婚了 这消息真够震惊的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 他俩好像没什么交集吧 我盯着那张照片愣了神 他的结婚对象居然不是寄遇时 我刷着手机 却无意中看到寄遇时的好友 发了一条朋友圈 at了寄遇时 语气带着调侃 某人为了试探自己的老婆 结果老婆跑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或许是江念威 而寄遇时 却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周围 每天像打卡一样出现 有时候是路上 有时候是酒会 或者去谈项目的时候 他也不来打扰我 但是总会出现 每次看到我 还都是欲言又止的表情 我知道为什么 无非就是江念威结婚了 他又想起我这个替身了 那天 我画设计稿加班到很晚 出门的时候看到寄遇时的车还停在门外 我有些忍无可忍 决定跟他说清楚 我伸手敲了敲他的车窗 车窗降下露出他有些疲态的面容 寄遇时我们谈谈 我开门坐进了副驾驶 一入眼 我之前买的粉色车头百件居然还在 之前我们各怀心思 从未开诚不公地谈过一次 可现在我想跟他好好谈一次 寄遇时你到底想干什么 之前也是你自己说的 我们已经结束了 彻底结束了 你懂了吗 不要在我身上再找别人的影子了 我不是江念威 我盯着他 语气认真 心中还是有些微酸 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放下了 之前他把我当替身 但是他也帮我拯救了林甲 你请我愿的事情 我没有 也不能怪任何人 而且寄遇时对我很好 直到他亲手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是现在我已经不想当替身了 我不愿意了 这事就成不了 车里静默了几秒 寄遇时眼眶有些微红 能看到眼白上的红血丝 他声音有些沙哑 林岁欢 我不懂 我从来没想过结束 我后悔了 他一字一句 说得极为认真 我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行了 我不想听这些 话是你自己说的 后悔也没用 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既然寄遇时 没有想好好谈谈的态度 我只想快刀斩乱麻 随后我想拉开车门下车 但是车门被锁住了 我回头看他 眼神询问这是什么意思 下一秒被大力地拉入了他的怀抱 寄遇时抱得很紧 我挣扎了两下 他像是情绪彻底爆发一般 带着祈求开口道 听听我说的吧 我到底还是心软了 放弃了挣扎 他像是开口解释道 我从来没把你当成谁的提身 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想再和你没明没分地过下去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我们以结婚为目的 可是你的心里只有将让 我极度他极度地要死 为什么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那个人 不是我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 努力能够配得上你 林岁欢 这么多年 你就真的感受不到 我对你的喜欢吗 就算我做了那么多 你能不能回头看一看我 他语气委屈 仿佛是气我之前毫不留情地把它丢下 继遇时第一次说这么多话 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我却愣住了 耳边听到了他说的喜欢二字 继遇时喜欢我 可是我什么时候喜欢将让了 啊 说着说着 继遇时好像哭了 我感受到继遇时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他的呼吸有些急促 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水透过衣服渗透到我的肌肤上 我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既有惊讶也有疑惑 继遇时 你别哭了 我们说清楚 我轻声说道 试图让他平静下来 他抬起头 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脆弱 所以 你是不是愿意重新给我一次机会了 他声音带着哽咽 我情绪十分复杂 以前从未听继遇时说过这些 这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不敢确信 我们从未敞开心扉 好好地聊一次 我伸手抹去他的眼泪 你真的喜欢我 不是开玩笑 他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将让 这个问题我有些好奇 难怪继遇时总是对将让有着莫名其妙的敌意 高三的时候 我无意中看到的 他搂着你说你是他的女朋友 娃娃亲对象 你承认了 我其实不太记得他说的这件事情 于是回忆了一下 才想起来 那会儿有一个女生看上了将让 整天缠着他 可惜将让并不喜欢女生 但是他又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于是来找我和宋和之招 宋和把我推了出去 就说你俩是对象不就行了 将让立马撒娇 拜托拜托 成了我包你们一个月的奶茶 我点了点头 行 于是当天午休的时候 将让就把那女生约到天台 搂着我向她 介绍我是她的女朋友 娃娃亲对象 我当时在天台上 就听到了你们说的话 没想到是这件事情 让寄遇时误会了这么多年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寄遇时的眸子逐渐亮了起来 接下来到我的问题了 那封情书你怎么解释 你写给江念薇的情书 我亲眼看见的 寄遇时语气有些急 不是我 不是我写的 我从没给别人写过情书 那封情书不是我写的 是许淑舟托我带给江念薇的 许淑舟 我想起来了 江念薇是原来隔壁班的班长 也就是江念薇现在的丈夫 寄遇时向表忠心一般道 我和江念薇 一直都是最普通的同学关系 我们三个当时同时 在参加同一场竞赛 就一起上竞赛班 是许淑舟不敢把情书给江念薇 才托我带给他的 岁岁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看到 然后误会我喜欢江念薇 要是早知道 我当时说什么也不会帮忙 我喜欢的一直都只有你一个 当时高考结束之后 我是想向你表白的 可是后来才知道你出国了 寄遇时垂下脑袋 那你们回国之后还有联系 还有书房里的背影照片 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我们公司刚好和他有点合作 书房里的背影照片 你真的不知道是谁吗 听完 我沉默了半赏 梳理了下心里的情绪 所以 书房里的那个背影照 是我 所以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两个是互相喜欢 我们一直误会着对方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我背靠在后座上 瞇了瞇眼睛 表面平静 脑海里却早已情绪纷飞 可我也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我现在还是喜欢寄遇时的 但我也清楚 我们之间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原因 就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深刻地沟通过 两个人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多 心忧也越来越远 我们稀里糊涂地开始 又稀里糊涂地结束 寄遇时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释然 现在你都知道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他神色认真 林岁欢 你愿意当女朋友吗 以结婚为目的 我长舒了一口气 我的内心深处告诉我 我想给他一次机会 给我们俩一次机会 寄遇时 我们可以慢慢来 我需要时间来整理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 真正地了解彼此 到底是什么 导致我们误会了这么多年 我们两个人都有问题 寄遇时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碎碎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我知道 这将是我们关系新的开始 那天之后 寄遇时连人带着行李搬了过来和我住 美其名曰 这样更好了解彼此 我们开始像正常的情侣那样 约会 吃饭 逛街 看电影 寄遇时牵着我的手说 其实我以前就想和你干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怕你不喜欢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事业 经常会很忙 寄遇时不会干涉我的工作 甚至有时候还会在我设计上犯难的时候 给我提供灵感和想法 他说 你想做兔丝花 那我就做能让他依附的大树 你想当翱翔在空中的鹰 那我就做你的托局 宋和对于我们重新在一起这件事情 表现得仿佛意料之中 早就猜到了 你不就喜欢他吗 高中那会儿 看你俩那眉目传情的腻外劲 谁家普通朋友天天给他带早餐 他呢 天天给你补课 我反正不和我朋友这样 这么多年 你得偿所愿 你幸福我也替你开心 不过 哪天你要是后悔了 想逃婚 我义无反顾 将让满腹怨念 所以 我只是你们play中的一员吗 晚上 洗书完 我坐在书房里画设计稿 寄遇时拿着吹风机 过来给我吹头发 像个老妈子一样叮嘱 你记得把头发吹干 不然会感冒的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嫌他太啰嗦 吹完头发 寄遇时还在旁边 晃着不肯走 直到我无法忽视他 从设计稿中抬起头 寄遇时 你要干嘛 下一秒 他把我抱起来 放在桌子上 喉姐滚动着 我能亲你吗 这话让我想到了我们的第一次 那是我当金丝雀之后 刚搬过去 和寄遇时住不久 我穿着清凉的睡衣 故意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终于在办公的他忍不住了 抬手摘下眼镜 把我捐在怀里 问 我能亲你吗 之后 一发不可收拾 我双手攀上他的肩膀 给了他回应 设计稿到底是画不完了 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 我还是和江念薇成了朋友 像是有什么引力一样 把我们绑在一起了 工作室起步之后 我一直想给我的品牌 找个代言人 把知名度继续打开 看了很多明星艺人模特 我都不是很满意 直到在网上刷到一张 江念薇穿着我设计的衣服的照片 他好像天生就能很好的 诠释这件衣服 当天他身上那件铜款 就卖断货了 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影响力 于是我请了他 当了我的代言人 果然这个决定是对的 我的品牌知名度大大提升 工作室收到了 国外交流的邀请 时间太紧急了 我当天就收拾了东西走 本想着到了国外 再和鸡鱼时说 没想到他直接追到了机场 他红着眼眶 死死地抓着我的手不放 你是不是要像之前一样 出国就不回来了 我起了动弄他的心思 对 所以你要干什么 他急了 立马拿出手机 开始查票 那我就追到国外 说什么也一直追着你 看他着急的样子 我突然有一种负罪感 决定不和他开玩笑了 你真的就是去两天 他半信半疑 我点了点头 我去交流一下就回来了 我保证 一结束 我马上就回来 他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上了飞机 走之前 我凑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 鸡鱼时 等我回来 我们就结婚吧 回国那天 鸡鱼时来接我 我拖着行李箱 走出机场的大门 一眼就看到了鸡鱼时 他站在那里 身子挺拔 眼神中带着期待和紧张 他走过来 接过我的行李 然后从口袋里颤抖着 拿出了那枚戒指 我认出了他 那是一枚天价的粉钻戒指 我曾经无意中提起过 他的名字叫做套住心 这枚戒指 我一直没机会给你 鸡鱼时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他代表着我对你的承诺 我希望他能套住你的心 就像我希望 我的心能被你套住一样 最终 他套在了我的手上 那你要套牢了 因为我也不会放手 翻外 鸡鱼时视角 刚一开学那天 我遇到一个女生 我帮他搬了课桌 然后他从口袋里 摸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我 同学 谢谢你 那块巧克力上是一串 又一串的英文 看起来很是昂贵 那天我刚好没吃早餐 所以我把那块巧克力给吃了 后来军训的时候 他站在我的前面 我一低头就看到他的马尾 一晃一晃的 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他还经常偷懒 直到我看到他伸手摸了摸口袋 没摸到什么 就要倒下 还好我眼疾手快接住了他 我猜他应该是没吃东西滴血糖了 我有些内疚 因为我把他的巧克力吃了 导致他滴血糖 所以在他说我是不是要死了的时候 我回答 我不会让你死的 送到校医室的时候 他还抓着我的手 一直到他朋友过来 原来他叫林岁欢 名字还挺好听的 他还站出来帮我说话 人还挺不错的 只是我没想到 我们会再次有交集 毕竟像他这样 一出生就在罗马的大小节 怎么会想着和我有交集 林岁欢拿着校服出现的那天 我的世界出现了太阳 他用着小心翼翼的口吻 保护着我岌岌可危的自尊心 因为我买不起校服 为了保护我的自尊心 他故意把校服说成他哥哥的 后来好多次 为了保护我的自尊心 他带早餐的时候都会说 我吃不下了 不想浪费 寄浴时你帮我吃了吧 拜托你了 寄浴时 我最讨厌喝这个牛奶了 给你吧 你不许嫌弃 他像太阳一样出现 身上是无法掩盖的光芒 刺眼的我不敢触及 喜欢一个人就会自卑 我更是 他是出生在罗马的公主 我只是地上的一粒尘埃 所以我把对他的喜欢 埋在了心里 只是没想到 原来他心里 早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是他的青梅竹马 他们家事相当 门当户对 他对我的那些善意 只是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人 换成是另一个人 他应该也会这样做 可我还是不甘心 高考结束之后 我买了花 想向他表白 我想告诉他 我会努力 努力给他更好的生活 如果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可是他消失了 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直到四年之后 我听说他在那个酒会上出现 马不停蹄的就赶了过去 我的太阳又出现了 这次我不想放手了 我וח你 能先夹